今日烟凤阳又过来了,因中过毒而味觉失去了大部分,可昨天凤霞宫中的烧烤,却让他尝到了久违的美味,不过今日吃的不是烧烤,是炸鸡腿。 父皇,您喝一杯这个茶茶,这个茶茶喝了不上火。 以前我吃炸鸡腿,若不喝这个茶茶,嘴小就会挤泡泡,好痛痛的。 小马屁筋,这可是老娘加了灵犬水的下火茶,给它喝浪费了。 月儿也多喝点,父皇这边有。 嗯,父皇,鸟鸡可会做好吃的了,就是可惜冷宫里的肉肉太少。 这小胖鸭还先吃少了肉吗? 以后父皇会吩咐玉山坊,你想吃什么就去拿。 拿多少都行吧。 那多少都行。 耶,我父皇很好啊。 哥哥,父皇真的不是坏人啊,你要记没要说错啊。 妹妹真的好狡猾呀,昨天晚上她还说再也不喜欢父皇了呢,现在却说她不是坏人。 呵呵,这可是她的妹妹,果真是天下无敌。 嗯,我看到了。 完了,这小公主沉浸了,她太懂皇上的心了。 父皇,月儿能送点肉肉去给冷宫的太妃奶奶们吃吗? 在冷宫好可怜的,一天一晚清水两个冷馒头,根本就吃不饱不说,他们还要生给月儿吃。 要不是娘亲带着大家一起种菜种粮,月儿早就饿死了。 这样的话,父皇都见不到小月儿了。 小公主呀,你再戳你父皇的心,她得后悔地去死咯。 果然。 方德言,传令下去。 以后冷宫的嫔妃,每人每天半斤肉,五天一只鸡,你亲自去安排。 是。 父皇,你真好,月儿太爱你了。